世界的首富马斯克 他出自传的时候呢 我们忽然发现说从他自传里面 他公开了自己的声称 因此我们今天来讨论这张盘 利用这张盘来告诉大家说 很多很多命令上的一些谬误 大家好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我基本上不太会喜欢去用所谓的名人盘 那这有几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 可能跟他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人事是被做出来的 还有情况就是说 很多时候生成的讯息是不确定的 他刚好直接公布了他的储存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有他的盘 这个时程非常的有意思 到底哪里有意思呢 这张首富的盘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很多命令圈里面 我们长久以来 传说中的或是额传的 或者是误认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在这张盘里面呢 清清楚楚的交代着 首先呢这张盘很特别的是啊 他居然是传说中的积月同梁阁 长久以来呢 大家都认为说 哎那个积月同梁阁 适合做历人 这边要澄清一件事情啊 就是啊 积月同梁为历人这件事情呢 是说积月同梁 这四颗星在你的三方世界之内呢 这一类的人呢 在古代呢 可能比较适合从事 是衙门里面的公务员 甚至是连官都算不上 那是办事员这样的概念 那在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 你适合在大公司上班 为什么 那是因为要对应到 积月同梁这样子的个性呢 相对来讲 感觉上他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会有这种论点 但是古书上从来都没有说 积月同梁 不适合当神义人 他只有说适合当什么 没有说不适合当什么 可是我们常常会 因为这样就觉得 我适合当这个 我就不能当那个 这张盘呢 在一PO出来之后 就热起很大的争议 就是因为说 哇 想不到积月同梁 这个传说中啊 就只能好好去上班的 这张盘 居然可以变成世界受复 但这边呢 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啊 长久以来 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 你这是什么格局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你什么格局 你应该怎么样 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你应该怎么样 这个论点 我们已经说了很久了 就是这个论点呢 基本上完全就是错误的 完全就是错误的 传统上面的 所有的格局论啊 不过就是把人分成 大概你是哪一类型 你有什么样的特质 然后呢 这样的特质呢 可能你做什么工作呢 会还不错 或者做哪一类型的事情 会还不错 可是并不等于 你只能做这件事情 除了不能单用格局来论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啊 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说 盘上面的星耀啊 它会因为主星跟搭配什么辅星 以及四化的不同 以及非化的影响 然后它就会产生完全决然不同的状况 很多人都说 它应该是要是杀破狼的盘 为什么我说这不能够直接这样论 因为就斗数来讲啊 紫威七杀加情阳 去门加情阳 日月对拱加情阳 做四马地的 做机梁对拱的 这样子的组合的特质的人 只要随便丢一颗杀星进去 或者一个化剂星进去 它都有可能人生很大的变动 所以人生的变动 根本不会只有杀破狼会有人生变动 很多很多星耀的组合 都会有人生变动的状况 那另外呢 我今天就算是七杀破狼跟贪狼 如果我卡到一颗陀螺星 如果我放在不对的位置 我也有可能内心澎湃万分 但是我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所以完全不可降论 以它的盘来讲呢 它是太阴天气做四马地 而且它放了一颗零星在太阴星旁边 这是标准的十二哥 这个人呢 聪明 数字的能力好 逻辑非常的好 再加上十二哥的特质 它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世界观 以及价值观 对公有颗陀螺星 表示他这个人呢 会很专注的在他所要的事情上面 看他的运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每一个运线走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当然他就有那个条件去发挥出 我跟别人不一样看法的那个能力 如果我没有机会 那我就只能关在房间里面 想我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做四马地 我愿意出去试试看 然后再加上 我的想法跟别人不讲 再加上我每一个运势给我不同的机会 那我就有很多很多可以发挥自己想法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本命福德功 福德功叫做我们的来财方式 怎么样赚钱 以及我的精神灵魂 跟我自己的内心价值观 他的福德功是什么 他有福德功是聚门画禄 同时间造成官禄功 文昌画记 如果大家知道 四画有所谓的 入随记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有参考我们现在的人 应该都晓得说 有入随记走这样的观念 我画禄的地方 会去补画记的地方 所以文昌画记 那一样的很多人就解释着 哇文昌心画记 这个是不是表示 那个他很不会念书 尤其放在官禄功 可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事实上呢 四画的产生 要看心要是什么 文昌叫做 我自己的规则条理 跟我自己的逻辑跟理性 而造成有个空洞 这个空洞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的工作上 这表示什么呢 我自己的要求 跟龟毛的个性 跟我自己的各种条件理性 我对工作的一些坚持 而造成 我总是觉得有洞 我总是觉得那个洞符不满 就表示我总是觉得 那个工作做不好 他就是一个在工作上面 非常非常各种古怪要求的人 各种坚持己见的人 所以他才有办法创作出 我们一般的人 想象不到的 他会做的事情 那入随记走表示什么呢 我会用我自己的巨门画路 去补这个文昌画记 我会用我自己的来财的方式 这来财功是什么呢 这个巨门是对面是天通 与人沟通透过我自己的人员 以及博学 这件事情来去补足了 我在工作上面的要求 再来还有一点 他的福德工刚好是走任 会造成官路工天良化路 所以表示这个人 会有一个天生具备什么特质呢 我只要愿意好好跟人家开口 我就有办法在工作上面 找到贵人可以帮助我 找到可以给我机会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他的整个创业过程中间 很年轻他就专业穿到第一桶金 当然那个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他可以透过募资 拿到股东的钱 然后把公司卖掉 然后接下来 特斯拉上面 他就捞到了 他人生的最大的一桶金 然后接下来他做火箭 但我们也都知道说 在特斯拉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根本不赚钱 可是却可以得到很多资金的益助 这个就在盘上的个性上来讲 不是恰恰说明了 他可以用他的博学沟通的能力 然后去补足他在工作上的要求吗 当然这个东西叫做本命盘 本命盘叫做我有这样的天生的特质跟能力 接下来就是运线盘有没有给他机会 其实我们从这张盘上面来看 或许你刚开始看 觉得他好像是积月同僚 不是应该去上班吗 可是不是只有格局 你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东西补上来之后 你就发现说 他本身其实具备了很好很好 非常好的创业条件 你想想看 他有很好的树立能力 有很好的人员 有愿意坚持的力量 以及他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并且他对他的工作 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那这在他本命盘上面 很清楚的都显示出来 那再加上他的每一个运线 这张盘被贴出来之后 受到很大的争议的点 除了在他不是撒破狼之外 很多的命理师是不看运线的 所以他不会理解到说 本命跟运线事实上是要交互的去影响 那赫兰我们可以发现说 他其实在他的人生的某几个关键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确实的 你就会发现说 他要不就子胎 要不就无破 他其实在人生某几个关键点的时候 事实上他刚好 要不就命宫 要不就财宫 要不财宫 财宫 踩在沙破狼的情况里面 盘上还会有丝化 还有星药 这样去做解释 由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乍看之下 好像不是传说中 一般大家觉得很了不起的盘 不过就是天气太阴 但是它就可以成为世界的受复 我们可以知道说 真正要成为社会上金字塔顶端的人 跟我们想象中的所谓的伟大的格局 可能其实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 因为盘本来就不能够 一单攻单攻 二必须要透过很多组合 再来你要同时的考虑 本命运现四化非化等等的问题 加总组合起来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张盘还有另外一个更重大的争议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南半球 所以就开始会有人讲说 这个又不准 因为他出生在南半球 要换算了这样子 这边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传统上面对于 斗数盘在排南半球这个事情 普遍有一个论点就是说 因为南北半球的四季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南半球的出生的人 他的时程 有的讲说是往前推五个半月 有的讲说是往后推五个半月 当然有六个月的也有 因为刚好就一半 四季会颠倒 那实际上我们怎么做呢 这边先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第一,斗数学院上明定了 紫威斗数他就是虚心 因为他连节气都不用看 那斗数学院上也告诉你 他不是占星学 那他既然不是占星学 我为什么要对经纬度 实际上斗数是印度占星 跟易经以及秦敦家的综合体 利用占星学的判断原理 解决了易经跟秦敦家的问题 那同时也用易经跟秦敦家的技巧 解决了占星学需要去对应 经纬度的问题 他是两边的诸贺 那我当然就不需要去考虑 南北半球的问题 那同样的呢 斗数他如果可以去算亚洲人 当然就可以算欧梅人 因为宇宙间所有的法则是共同的 不可能这个法则对亚洲人准 对欧洲人不准 唯一的差异只是因为 世界大家的文化不同 我们需要在文化上约略做一些调整 因此他也不会因为他是在南半球 所以他的生成是不对的 这张盘呢还有一些传统的 大家会很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太阴是落线的 因为他的积粮是在影的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太阴落线 太阴落线太阳就落线 所以呢这是标准的日月反背 哎呀只要是日月反背 这盘就烂掉了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 根本不该有这种观念 日月反背谈的只有一件事情 这个人他不会受到一般世俗标准条件的影响 太阳跟太阴啊在星耀里面代表了爸爸跟妈妈 当他在万位的时候呢他会有个明显的特质就是啊 一般在万位的人呢他会希望要照着一般社会的标准去揍 就像家里面的爸爸跟妈妈一样 他会变成家庭的规则制定者 当他反背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受一般世俗标准的影响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那我愿意去做 尤其在太阴反背太阴在弱线啊很多人不知道说啊 当他走在对的位置上面的时候 他反而是大富贵的歌曲 在古代很多名家的书里面上都有线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只要我抓到好的机会 那我当然就会是很有赚钱的机会 最后一项张牌也证明了哈 星耀里面的妙望瓶弱线其实意义不太大 妙望瓶弱线呢不能够被直接当成是新药的好与坏 而只能说是一种新药的特质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点 所以呢这张牌呢很有意思的是啊 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像 不像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了一个记忆的观念 你的脑海中呢要做生意要成大富贵只能是撒破狼 可是呢这是错误的观念 也是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呢 导致很多命理师啊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 会给予别人一个错误的观念 甚至少了很多机会 这张牌经过检验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张没有错 因为我不觉得南半球需要换算 我们的学生呢在全球各地 我还有学生在那种什么 马尔他 我们有全世界的学生 我们在这样子在交的时候 从哪里都没有觉得说 南半球需要换算 然后会有不准的问题 不准的很大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不知道说 原来斗数还有跌攻还有肥华 还有很多事情 你只看本命盘 你当然就不会准了 我想这应该是马斯克的盘 没有问题 一是他自己公布的 二南半球他不需要换算 依照盘上来 吉祥来看呢 非常非常符合他自己的个性 甚至于你如果去用他曾经跟美国联总会杠上 或是他曾经有很多都是他公司的事情 你会发现说 其实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非常明确跟清楚 但更重要的是这张潘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生命不该让命理师限定在他所说的格局里面 生命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一个人只要愿意努力不懈 愿意不放弃梦想 他永远在他生命里面都会又创造梦想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是把生命限定在某一些很实实版版的格局里面 现在的命理师我们不该有这样的论点 我们该用更开阔的眼界来去看待命理学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讨论这些名人的命盘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按赞 然后也帮我们分享 因为有些名人他们的盘拿到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有个考虑名的放在会议频道里面 谢谢大家